黑龙江省疫情严重的衰化市已经封城 该市的望奎县汇集镇风险升级被列为高风险区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真相低暴数据 因此外界估计当地的实际情况可能比公布出来的还要严重 与此同时疫情也在跨省传播 1月11号吉林长春通报四例由望奎县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一例曾在1月5号乘坐K350次列车 当地随后发现有5名无症状感染者 与这名病患在同一节车厢 而这列官方通报的K350次车 途经加莫斯、衰化、哈尔滨西、长春、沈阳北、锦州、山海关、唐山、天津、廊方北、北京等20站 跨越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、天津、河北、北京6省市 这意味着这些地区都存在风险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导